看到台灣的國寶 幾天前 台中和平山區有隻保育類 台灣黑熊被鋼索 圈住 掙脫過程一度用嘴巴 咬鋼索 咬到流血 後來是東勢領館處匯同了特森 中心的獸醫前往救援 現在過了一個星期 這隻台灣 黑熊 傷口復原良好 食慾也不錯 不過東勢領館 處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隻熊很會挑食 龍裡的台灣黑熊大嗑蘋果 吃得津津有味 他是上星期受困在台中和平山區 果園的那隻台灣黑熊 當時這隻台灣黑熊 誤入鋼索陷阱山豬吊 整整八小時無法脫困 一度用嘴去咬鋼索 咬到流血 後來是獸醫幫他打麻醉 東勞人士趕緊剪斷鋼索 才成功救出他 把他送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滴海拔試驗站治療 原本獲咒後隔天 台灣黑熊把保育員給的 木瓜秒殺吃光 不過幾天後 保育員發現他開始挑食 保育員觀察 這隻台灣黑熊很愛吃熟雞蛋 於是在雞蛋裡藏藥 讓他一口吃下 黑熊傷口復原良好 目前左前腳還有一些腫脹 等到完全復原 保育員就會早一天把他也放 回歸山林 華氏新聞王善肖宇夜台中報導